如何取回Gmail已經忘記的密碼 一般我們註冊完Gmail之後 那可能一段時間沒有使用的話 忘記了密碼 那這個非常重要 剛剛我們在建立帳號的時候 有寫了一個備份用的電子郵件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忘記密碼之後應該怎麼辦 首先我們把剛剛申請的帳號填進來 然後密碼 假設我故意打一個錯的 按登錄的時候 它就會說使用者的名稱或者密碼有誤 那這時候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問號 它寫了什麼 抱歉我們找不到您要的資訊 好顯然 這個問號對我們來說沒有用途 那我們來按下面這個 無法登入帳號嗎 無法登入帳戶嗎 好看一下 忘記密碼 如果要重設密碼 請輸入您用於登入Google的使用者名稱 使用者名稱可能是Gmail地址 或者是另一個與該帳號相關聯的電子郵件地址 電子郵件地址 電子郵件地址 送到這個電子郵件來 STERS 繼續 那 它會問你 因為剛剛我們建立帳號的時候 我們選了第一個提問的問題 然後我的答案是 入老師 它有二選一的提示方式 第一個是說回答安全性問題 第二個選項是 透過我的備員電子郵件取得重設密碼的連結 也就是說 假設我們記得第一個問題的話 那我們直接按繼續 那我們就可以 直接輸入我們新的密碼了 譬如說 我隨便 輸入我自己要更改的密碼 好 重設密碼 不得少於八個字 好 重設密碼 很抱歉 現在密碼不安全 好吧 密碼長度不夠強 好 再來 大寫的L IU F1 YU 168 再來一次 L 大寫 LIU F1 YU 168 大寫的 L 重設密碼 OK 過了 好 這樣子我們的密碼就已經重新設定了 這是第一個方法 也就是回答了他剛剛的提問 那假設我們真的已經忘記了當初的問題的答案的時候那怎麼辦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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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它登出再測試一次 填入你的電子郵件 帳號 這裡有了 然後密碼 假設我密碼真的忘記了 哦 又打 登入 哎呀 又錯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選擇無法登入帳戶 那 他問我們說我們是忘記了哪一個電子郵件帳號的密碼 OK 這一個 按提交 好 再輸入一次 他的顯示的 上面的這個圖是 F L E S P I R 好像是啦 繼續 欸 對了 沒錯 好 假設我第一位老師的姓名為何 這個問題的答案我也忘記了 那 我就選擇第二項 透過備員電子郵件取得重設密碼的連結 然後我們按繼續 好 那他就已經把 信件寄到我的 備用電子郵件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因為剛剛申請的時候我是用公司的電子郵件 當作我的備用電子郵件 所以我再進到公司的電子郵件信箱來看一下我的收件夾 好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備用信箱 就是我的公司的電子信箱 已經收到 足指是Google的密碼協助這封信 然後他的信件內文就是寫 呃 就只要按下這一串 按下去 之後就可以連到Google的Gmail網站去 然後請你設定新的密碼 好 就設定我要的密碼就可以了 好 設長一點至少超過8碼 然後還有數字 OK 好 那我們再登出一下 用新的 新設定的密碼登入看看 好新的密碼 登入 OK 好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重新設定密碼的方法了 所以以後如果真的密碼忘記了 請記得有兩個方法去取回 就是剛剛講的 第一個就是 輸入你當初列的第一個問題的答案 那第二個就是 請他把 密碼更改的方式 寄送到我們當初填寫的備用信箱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在申請的時候 請記得 強烈建議一定要輸入一組 我們本來就已經擁有的電子信箱 OK 好 教學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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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